請問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底部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拉出一個在正方形外面還有一個P點 我拉出這四個領出來之後 每一個邊的邊長它都是A 我用A來表示 假設矽達是ABP 這個三角形 這個平面跟CPP 這個平面的夾角叫做矽達的話 就可算矽達等於多少 所以在這邊我會建議跟剛剛一樣 我把ABP所在的這一個三角形把它找出來 ABP 還有CPP 從這兩個三角形來看 你會發現它們有沒有碰到那邊 有嘛 BP 所以ABP CPP 所以是這個面 它講的是這個面 然後這個面 跟這一面 跟這一面怎樣 講一講 所以要找出來裡面的夾角怎麼辦 我一定從A點 從C點 做一個垂直線下來 做一個垂直線下來 然後這個做一個垂直線下來 然後找 把這個三角形呢 連接起來 假設這個垂直線這個垂直線我叫做M好了 這個垂直線叫M 那我現在找出這個AMV 把AMC的這個三角形的這個角度的話 那就等於這兩個的夾角 我們現在看到它是這樣的夾角 所以我要找這個再看這個夾角是多少 因此在這邊我必須把AM跟CM找出來 AM跟CM它必須是從A點做垂直線到PB 所以A點做垂直線到PB C點做垂直線到PB 那會不會幹嘛在同一個點呢 會 為什麼會 因為AB是正方形的一個邊 所以這個長度是A 還有一個是AP 正式方的0的長度也是A VP的話呢 VP是不是這個0 它也是一個怎樣 也是A 所以一半的話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地方是2分之A 同理 這個是A 這個是A 這個也是多少 2分之A 你怎麼找出來 這個長度多少 這是A 這是2分之A 所以這個應該是2分之 根號3A 這個也是2分之根號3A 就是30 60多少 90嘛 因為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接下來我要把AMC那個三角形取出來 AMC跟M 有沒有 把這個取出來 AM2分之根號3A 還有一次CM也是2分之根號3A A7的長度呢 C長度為A 這是A 這也是A 這個是斜邊 正方形的對角線 邊長是A 所以是幾A 正方形的對角線 A7 所以我要找哪一個角度 我要找哪一個角度 我要找這個角度 所以它說假設他們加的這個角叫做C的話 所以我的Pose C 好 再用這個公式算一遍 鱼血的公式 所以是等於2分之根號3A的平方 加上另外一邊2分之根號3A的平方 去減掉對面根號2A的平方 去除以2乘以2分之根號3A 再乘以2分之根號3A 好 飛去的結果 分子是多少 4分之3A平方加4分之3 4分之3 四分之6 那這裡4分之6的話等於多少 1分碗是2分之3A平方 就是2分之3A平方 再減掉2A平方 那這地方呢 2也掉了 就是2分之3A平方 所以最後可能幾個 這個2分之3減掉的話是負的2分之1A平方 就是2分之3A平方 所以那一平方消掉 所以最後答案多少 負的 多少 負的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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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以3分之2 所以我算出來的 負的3分之3的話 負的3分之1 負的3分之1 所以只要它們找了兩面夾的話 就是把那個平面所在的位置做隨時線 它這兩個平面它做隨時線接到同一點之後呢 它們所站的那個夾角就可以去算了 好 我們先做到這裡 完全是3分之1